今天早上一位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想在福特瑞吉尔或者别克安格奇里面选一个 请问小伙伴选择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那么首先20多万选这两款车的都要拿下 可以说比同价位同级别的日系车德系车强太多了 这两款车的每系车你选哪个都不会后悔的 无论说是动力上空间方面 助力输入度隔音进行方面配置方面 都要完全碾压同价位同级别的日系车和德系车 不同的是什么呢 安格奇定位中大型SUV六座七座可以选择 而瑞吉尔它是定位中型SUV 有五座七座可以选择 但是趁长度达到了五米 轴距达到了真近三米 也达到了一个中大型SUV的尺寸 尺寸和安格奇都差不多了 这个瑞吉尔最大的一个毛病 大家都说简配了 以前是CD4平台过来 现在变成C2平台打到了 和冒险家林肯J 蒙迪乌斯同名台了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底盘以前是铝合金材质的 现在简配成双层冲压的钢板寻挂了 双层冲压钢板寻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可以放行过来没有任何问题 赫兰达一直都是双层冲压钢板寻挂的 知道吗 确实是寻挂这会儿简配了 但是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是群架减配了 但是人家入门版就是高配 后面的独立空调 分级空调 配置是满满灯灯的 这点要比昂格奇做的要更优秀 昂格奇他是基于通用C1平台的国家打造的 和凯特拉克XT6雪巴兰摊接者 开头者是同名台的 转转车的安全都是非常优秀的 包括瑞杰而转车安全都是非常优秀的 绝对碾压同级别的日系和德系 他们俩AB柱都使用了1580招法的热水军钢 使用的比例而且很大 达到了20%多一个比例 还是很好的 高强度高使用比例也是很大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瑞杰R除了常规的一个汽油版 还有一个混动 这混动就是用的丰田TSS双击混动系统 因为它俩是交叉事故 现在轮到福特了 所以说这个双击混动 如果你想用它汽油版油耗高 全混动也没有任何问题 很成熟很稳定 而且搭载2.0T的温轮加发放器 动力更加强劲 而且四驱能力图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个昂克齐呢 搭载的是一个同用的 代号为LSY那款2.0T直碰温轮加发动机 和凯特拉克XT6XT5都是同样的发动机变容箱 而且你这自家生产的一个9AT变容箱 扭矩350马力237也没有任何问题 整个寻挂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尤其是它中高配的 还有个后销插入器 可以使得在走弯时车轮不打滑 使得车身更稳定 是非常优秀的 那你要说配置方面呢 肯定是这个RGL更加的丰富一些 更加丰富一些 那么两款车都实际开起来 昂克齐呢 有48%轻稳的加持 起步更加轻率 平顺 安静 但都没有 不是多重 因为它这车嘛 条件偏商务啊 动力的是很匹配的 由于有CDP的可变阻尼减轮器的加持 所以大大增加了车身稳定性和行走质感 隔音进行是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 底边的扎伤感直升性 四平八稳 就像你跑到150公里时输出 仍然是四平八稳 非常好 那么锐借R这款车 同样动力是非常优秀的 底盘熊花也是持续性非常好的 加速没有任何问题 调教的拼舒适啊 这点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辆款车子啊 你选择哪个二端 你都不会后悔啊 都要比同价位同级别的日系车好太多了啊 没有问题 随便选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你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走发评论点赞 拜拜